很多人唱歌甚至有请到韩国明星唱跳那种高昂的音乐 我就会觉得说 蛤为什么台湾人可以能够听到那么高昂的音乐 可是站着不动 我那天我觉得 诶好吓动啊 可是就会觉得旁边的人会觉得说 这女生是吃了什么 不好意思啦 就会觉得如果我太嗨的话 哈喽大家好 我是Lala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呢 我在台湾生活的这一段时间 发生的一些我觉得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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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有一点点苦劳的时刻 诶你知道吗 他也是香港人了 哦 真的假 嗨 嗨 嗯 我应该用什么语言和他说也好呢 广东话 但是广东话我们的台湾朋友听不懂 嗯 但是国语啦 诶 用什么语言和他说也好呢 对着个香港人和他说国语 好像我不是觉得我很懒惹的吗 都来讲广东话啦 诶在台湾 诶在台湾 你先讲你先 你也是过来这边念书吗 哦不是我是来这边工作的 哦 这样子啊 那你是 你是来台湾读什么戏啊 诶 戏剧戏 哦 对啊因为香港就是没有什么戏剧戏什么的嘛 哦对啊 戏剧戏香港好像没有台湾那么多 诶 你们可以用粤语聊天给我听听看吗 哦听听看就是香港人聊天哦 哦 哦那你在香港住哪里啊 哦我住湘军楼那边 哦 我住在粉岭那边 就是Sakara 哦粉岭啊 很远哦我们 都挺远的 我住在粉岭要转小巴 哦 那你现在在台湾是做什么 哦我是做HR的女 那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在外地生活过 可能你不会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尴尬的时刻 如果呢我在香港认识一个台湾朋友 之后我再新认识了一个台湾朋友 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也会介绍他们说 诶你知道吗他也是台湾人诶 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这样子 特别是现在台湾很多香港人嘛 像是我以前在学校上课 台湾人的朋友跟我说 这个学弟也是香港人哦什么的 就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常会发生的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出发点就是觉得可能人在外地 有认识到一些同乡是很好的吧 不知道我也就觉得那两个人 如果刚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很想要介绍他们互相认识 一定有自己共同话题 当我不是当事人的时候 我会觉得介绍朋友给他们互相认识 是非常好的一个举动 就是当我是被介绍的人的身份的时候 有点尴尬又有点搞笑的感觉 首先有小小的原因是因为香港人 可能会比较有边界感吗 有一些国家不一样他们有搭讪文化 可是香港是没有搭讪文化 酒吧你可能会搭讪 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太可能会做搭讪那个动作 比起台湾感觉不一样 那香港人呢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嘛 整体文化不是那种很客套啊 不太是香港人的那种相处的模式 我们两个香港人在台湾遇到了 大家都在香港的话 我们是两个陌生人嘛 可是来到台湾 因为你是香港人我也是香港人 所以我们必须会成为朋友吗 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那个台湾朋友主动介绍我们认识 那他真的是很热心 那我们可能也会想让那个朋友开心 就是大家那个气氛会比较好 那我们香港人之间也会 就讲那些没有什么内容的客套话 就会觉得还蛮搞笑的 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尴尬 可能会有不少的香港人会觉得说 在台湾认识到其他香港人是真的很感兴趣 这个情况下会带有一点点尴尬的 人应该是不少的 就好像是你可能在某一个社交场合 然后你朋友说他也是那个国中的 可是你跟他从来没见过 你也不认识他 你们甚至不是同一届的 你就要在你朋友面前稍微要交流一下 说你也是啊你是哪一届的啊 你认识什么老师吗 你认识什么什么同学吗 你还是用这种社交 如果那个你朋友介绍 他跟你是同一个国中 然后你就哦是吗 那个朋友也会有点觉得 就整个三个人都尴尬 我会想很多 感谢台湾的朋友 会觉得多介绍一些香港的朋友给我认识 觉得认识到台湾的香港人是很棒的 只是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瞬间 是蛮搞笑跟蛮感尴尬 美女内用外带 哦我内用 内用自己拿菜单到座位上点哦 美女内用外带 呃外带 外带直接去那边点就可以了 小姐内用外带 呃内用 直接去那边点就可以了哦 OK 呃你好 请要一个卤又饭 要先到外面去点哦 来餐盆给你 来的餐盆到最外面开始点哦 刚开始来台湾生活的时候 很多那种古早的传统餐厅 我要怎么点里面的东西 然后很多菜单的品项 我其实都不是很知道那是什么 可能我慢慢就了解到 不同餐厅的点餐方法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很尴尬的事情 第一次走进去一个台式餐厅 哦OK原来是菜单上面自己填 下一次到同一个餐厅 是很顺手的自己填的时候 老板就会说 你是外带吗 外带不用钱 外带直接在那边点 这下一次到了一种传统餐厅的那个样子 我坐下来 发现没有菜单 然后老板说去那边点 我就哦OK 所以这一家内用 可是是直接去那边点 跟老板说 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说 哎不是哦 我们这边是你要拿一个餐盘 你就顺着它的流水线 从一开始他给你一碗饭 然后你就拿着那个餐盘 到下一个部门 然后就跟他说 我要这个菜要那个菜 然后他就给你放到你的餐盘上 然后你又走到下一个流水线的下一个部门 最后你就拿着这个餐盘到结帐那边 还蛮有系统的 然后我就发现 台湾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点餐方式 有我不知道的点餐方式吗 就是我目前点到的 大概最主流就是这几个 他们可能也见怪不怪啦 就是很多游客来吃 可能都会搞混 可是我自己的时候就会有点紧张 走进一个我从来没有去吃过的传统台式餐厅 就会觉得不知道这一家的点餐方式是怎么样 特别是大家都很流畅的那边点餐 搞错了他们的点餐方式 就觉得下一个客人被我妨碍到 但是他们确实是每个餐厅自己的方式 好像对他们那个流畅度还蛮影响 台湾人他们会自己发掘出 最适合他们自己餐厅的点餐方式 这个我还蛮佩服 我没有在台湾去过很多吃夜店 在香港也不是去过很多吃 可是稍微两个地方都有去过 那我上一次倒数呢 因为我刚搬到林口嘛 那我就找附近有什么倒数大型的活动啊 好玩的地方 那我就找到桃园他们有大型的倒数活动 第一次去就是偏那么大型的音乐会 大的场地很多人的 之前在香港也有去过 可能一些演唱会啊音乐会啊 夜店 我对音乐会的印象是这样的 台湾人听音乐 是站着不动的吗 因为我可能偏很活跃的人 真的忍不住身体要反动吧 手要动一下吧 就是我那天在桃园倒数音乐会 马上是很多人唱歌 甚至有请到韩国明星唱跳那种高昂的音乐 我就会觉得说 蛤 为什么台湾人可以能够听到那么高昂的音乐 可是站着不动 我那天我觉得 诶 好吓动啊 可是就会觉得旁边的人会觉得说 这女生是吃了什么 不好意思啦 就会觉得如果我太嗨的话 那个七成的人都是 我觉得他们是很投入的 然后也有意见 可能他们要拍他们想要拍的明星 那可是大部分的人也没有拍 没有滑手机也没有在分心 你不会觉得说他在那边 哦 不是他们真的很认真地看着舞台上的演出 很投入的听音乐 可是站着不动 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忍着不动啊 可是台湾人在我心目中 就是有一点刻板印象 我觉得台湾应该是热情的嘛 甚至是在夜店里面的台湾人也站着不动 夜店呢 我去过大概不多于5次的台湾的夜店 现场大部分的人都不太跳舞 就是真的那种跳舞 完全不会有人跳舞 除了在舞台上的表演者 跟着音乐的摇摆的那种 他们都没有 在网路上滑倒过一个人拍的影片 在台湾的夜店 然后他也跟我一样的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在夜店都站着不动 蛮搞笑的 就是当下的时候 我在那边热舞 那真的非常尴尬 千万不要 就台湾人一方面很会带动气氛 某一方面他们在很high的情况底下 他们就反而不high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在台湾生活会让我觉得又 跟那个苦老 台湾人是真的不会吃剩东西的 因为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以来 就是我可能这样子 在台湾人眼中 我是很快的人 二十几年 可能从来没有试过在外面用餐 是把东西吃完的 我知道我这样子是很不对啦 就是很浪费什么的 但我觉得香港人根本不太在乎这个事情 特别是我以前 可能现在会越来越在乎吗 会越来越重视 不要浪费食物这个事情 以前生活以来 我爸爸妈妈 或是我身边朋友 我们都会讲说 好饱哦 吃不完 我觉得他们全部人 低估都会说 吃不完就算了 吃不完不要硬吃 我就把它剩在那边 我也是不太有什么心理负担 但是来到台湾之后 我发现 不管是食量有多小的女生 他们都会尽量要把那个餐吃完 大学的时候我就有发现 他们真的完全已经很饱很饱的话 就会把它打包回家 我在香港可能从来没有这样子 如果我自己跟人出去吃饭 跟朋友出去吃饭 我们吃剩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会说打包 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说 那个东西他们应该打包带回家 不然就是浪费 你知道我一开始在台湾的时候 我吃不完 我就把它倒掉的时候 我台湾的朋友看着 我眼神有多惊讶 那时候学校 我们不是都会 如果大家一起订餐 吃完之后 就会一起分类吗 餐和饭那边 然后这边就出鱼 然后他们看我倒掉的出鱼 他们 为什么把它倒掉 你可以给我吃啊 他们是不介意吃别人吃剩的东西 那时候刚来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我不会问别人说 你要吃我吃剩的东西吗 可是后来发现 他们其实是不介意的 他们觉得 我能吃得下 我就会帮你吃掉 也不要那边倒掉那么浪费 我觉得 一些男生 他们可能会本身觉得 那个餐和的分量很少吧 那他们也很愿意帮其他的吃 当我来到台湾 发现大家对于 不要浪费食物 这个事情是很重视的 原来台湾人的生活习惯是这样子 那所以现在呢我进化出了几个解决方法 首先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会把它吃完 我发现我现在已经越来越能吃了 我几乎都能吃完 把它吃完对我来说已经不痛苦了 可能首先它本身蛮好吃 吃完了 就这样吃完了 然后第二个呢 台湾有一些餐厅也是可以选量多量少 要菜多还是肉多 可以让我选分量 我觉得这个很棒 可是如果他没得选 那那个餐厅我大概也吃过 我就可能会主动去说 那个饭不用那么多 会主动先跟餐厅说 要它不要分量那么多 然后如果我真的吃不完的那个东西 会把它打包 譬如是我们去吃那种火锅的那种 然后有一些不是菜啊什么的 那种可以带回家再煮 都一定会把它打包回家 就是染成那个新习惯 完全适应的很好 会被台湾人影响嘛 就是真的不要浪费食物 这样子 那还是说你们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有什么小撇步之类的 那以上四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在台湾生活发现的一些 小小的尴尬 或者是有点苦老的时刻 这样子 我觉得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就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我都适应的蛮好的